飞翠机场 吹水到机场 机场的街坊大家好 真的相当开心 天朗气清又风和人 中午十一点多钟来到机场 这次真的相当之开心 冲出国际去澳洲 大家先看看行情 去澳洲就送文来 你说多开心 更加开心就是用一个超廉价的价钱 玩到澳洲就相当之开心 适逢十一月尾 上年这个时间去了日本 伊豆那边玩 跟外星人生日月就顺点庆祝一下 今年早两个月上个月去了九大河 今个月我就被外星人选择 我说选你去哪里 你去北海道也可以 当然他没有选你去北海道 最终就是说东欧杜拜和澳洲 澳洲都是看了有几团的 又是玩全澳洲 但是他想去问团的时候 澳洲都玩全澳洲 要坐几层内陆机 外星人他又说不想坐内陆机 最终就是选了这一团 他就相当之便宜 而且值得玩 而且市场不是很多 即是玩澳洲、日本和文来 很高兴 刚刚又在那里 坐着网友 吹了一阵水又拍了一阵照 今次就参加了大航假期这一团 我就上去观塘岳渔室中心那里 当天就上去问团 那里很热闹 上那里有十几间旅行社 就看了有几团 又问了美丽华 最终就看了这一团 因为当天去大航假期的职员 解释得相当之清楚 他就乘了一团我才报 团费就是7999 乘了一团就很高兴 加钱 加钱也很高兴 加得少 这些长船团也是加了300元 7999 我好像是8299 那我们坐文来航空 2点55分 BI636 那我们就去文来先的 那今次便宜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说 坐这班航空公司 和去澳洲就送文来玩 那我自己就觉得这一团就相当之特别 还有他当天的职员就解释得相当之清楚 因为去澳洲我们需要办一个签证 这样对于我们来说 做签证是有些困难 特别是做一些网上签证 那他现在去大航呢 他都是不错我自己觉得 他有个茶会 那我听到这个茶会 有些是相当之开心 因为 临出发前两个星期 就去旺角那里去了茶会 但是上到去呢 其实是一个简介会 是没有茶饮的 就是你不要想着上去 有些茶碗的蛋糕 他是没有的 那最主要他也是 讲解一下 入境澳洲有些什么事行 还有他有一个专人 扮认你那个澳洲的网上签证 这件事呢 就是相当之重要的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 扮认一个网上签证呢 那些年轻人很容易 但是对我们来说 就是有些困难的 那现在就找到一个领队集合先 那临出发前几天 那领队已经传出了些资料来的了 那我们在哪里集合啊 那我们十二点钟 就在一六客运大楼的D区 那我们就坐航班 那我们还要在门楼转机去墨尔本 那我们去到墨尔本 那就早六点钟左右 那现在走回D区那边先 那这样 那今次坐这班文来王家航空 他不是廉航来的 有飞机餐食 那他和澳洲航空 其实到大的时间是差不多 虽然我们是转一次机 但是我们就两点多机 如果坐澳洲航空的 好像五点 定六点钟左右 在香港直航飞去 那那间走回 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领队 那我们的领队 那里看到我们的领队 那我们随着做一个网上签证 都要再填一份东西 那这样 因为入境澳洲 任何的水果都不给你带进去 还有你要带什么食物 进去 你都要新捕 所以我任何饮品 食物我都没有带进去 至于药物 一般随身的平安药物 是可以带进澳洲的 就是 你要放好 刚才和领队都问了一些澳洲入境的问题 因为除了你不要带任何的食品进去 其实药物都尽量你要有药名 有标签 就是最好的 因为 刚才领队说 因为澳洲入境 那里 它有 几条不同类型的队 有些就不用查 有些就要彻底搜查 有些就 给一些警犬买一问 你就可以过去 那我们就什么都不要理 现在我们就先去排队 那条队都挺长的 那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在香港坐飞机 就过了文外先 那这样我们的行李就会直接寄到去墨尔本的 那我们拿机票都是拿两条 那都是涉及坐长途机 搶了通宵机 那我都放了一些随身的清洁用品 就背了在背囊那里 那除了我们一团 就有没有第二团呢 那我们的东营有 去泰国巴提亚都坐这班机 那么神奇 那为什么说会去澳洲 去玩这个地方呢 主要就是说天气 那现在香港又秋冬季节 你去到九寨沟就正在下雪了 现在 但是澳洲又不同了 澳洲呢 现在就是一个初春的季节 那么它的气温呢 其实和现在香港都是相弱的 整体来说 都是 十九度 至二十多度不等 当然 这边文来更加就是 好像巴西亚那样 阳光与海滩 那 那 那 又撞回那些团友 那 因为那些团友 那 之前在茶会 就已经全部都认识了 那 那 二十位团友 那 那 那 现在就要慢慢排 那 看看可不可以排法 那 那 那 因为这个文来皇家航空呢 那 自己都是相当期待的 因为 文来这个地方 我自己觉得很特别的 除了认识吴尊之外 其他那些都是 啊 觉得它们又很富有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呢 就这么多 印容 过去文来 这样 我不知道是否是他们 转机回去印尼 还是什么 那 至于 我们去澳洲 用些什么货币 那 不用说 呼之欲出 那 香港 就唱定些 澳币 那 开茶会 那时候 已经是 讲得相当之清楚了 那 他说 你们就尽量 每一位 就唱 六百元澳币 进去澳洲 那 那你越唱得多 你就越好的 因为 为什么呢 入去消费 那 那你没有理由 一人一 带一百元澳币 进去 那又不知道你进去做什么 你越唱得多 那你过海关的时候 你就大声些 我进来洗钱 唱多少 唱一千 唱二千澳币 那 至于文来 我就没有唱钱 那 因为我们回去文来 那时候 就 看看他怎么安排 因为我们在澳洲 就玩四天 那 然后第五天 就在澳洲 就回到文来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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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那 那 那 轉一轉機,我自己都覺得挺好的 因為我上次在英國,在曼城回來香港 我就在多哈轉機 在多哈,坐了六、七個小時 多哈那裏下去,又騙一騙 然後又上飛機,又坐第二轉 自己都覺得挺開心,挺好的 但又撞到一些粉絲,你好,你好 轉一轉,等個人下飛機,鬆一鬆 現在條隊鬆一點,走了兩三個 我就說了幾個字 撞到網友又吹吹水 他們又去阿姆斯特丹,相當之開心 上次去歐洲那一段期間 我們尾爾那一站都是在荷蘭那裏 回到倫敦 荷蘭阿姆斯特丹這地方都是相當之不錯 很特別的地方,風景又漂亮 今次去澳洲文來,涉及兩個地方 我就買了什麼電話卡呢 我就買了這兩款 其實綠色這張就價錢貴少少 約九十元,藍色這張就七十五元 買這些電話卡呢 大家都是要買一個共通點 就是不單可以買到澳洲文來 還有要用到香港 我什麼時候都說了,出去玩呢 我的電話卡呢 我都是一數就在機場上 就用得了,但是你用呢 你用呢,你就會方便很多 因為有很多時候你出去玩呢 我都看到有很多團友 就說去到當地呢 那你才插一張卡上去呢 那你一遇到有什麼問題啊 你把卡對應不到啊 或者什麼 如果你沒有WiFi在那裡 你就很難教 那如果這些卡呢 你在香港你都可以上到網 那你在香港你入了一張卡 你設定好了 那你現在不是 你在香港上到網 那你去到文來就應該上到網 那你去澳洲就應該上到網 那你去澳洲就應該上到網 我後面有一位 我想他都是一些中東的人 他就問我這支 哇,什麼人來的 那些續航力點啊 那我又看我這支Poker 3 因為這支Poker 3 他這支Poker 3 他都幾型的 因為一推一推 就立刻可以錄影到 你看一下 我剛才閃過的人 真的閃得很快 那我跟他談談當中 原來他去文來轉機去杜拜的 那我深信這班機 很多都是去文來轉機去杜拜 或者去土耳其、英國啊 各樣都有的 但是就 暫時在印尼最多 我排了約35分鐘 來到皇家文來航空的櫃台前面 大約還有十多個人 現在我沒有用那個收音咪 現在就用一個裸機的收音 自己又想看裸機收音 對比一下 雖然說用這個產品了兩年多 但是用這支Poker 3 我也是第二次拿出來拍攝 裡面有些操作 也有點不同 但整體來說 都是比二代方便了很多 文來皇家航空 都包了每人有一件約二十公斤的行李 去到十二點五十一分 最終就拿到機票了 行李會直接寄到去麥爾盤 所以我們那些去到文來 你所用的東西 那些有水壺或水杯那些 就盡量更新 還有那些牙膏牙策 清潔用品 你都要更新 愛濤那些 你都要更新 你就不要放行李了 現在我們先去看 來到南面這邊 就離港流晨 各個關的過程都是相當順利 都挺多人怕 但是都用不到十分鐘 因為香港只是過關的 真的要讚的 很爽 過了關之後 領隊已經WhatsApp了一個登機閘口 17號的閘口 現在有什麼好做呢 先去找點東西吃一下吧 這段開始 又接駁回收音咪 自己又可以比對一下 大家又可以比對一下 之前過關前那段沒有收音咪 大家就看看有什麼分別 有看過周星星上次來 去九澤溝 帶人到後面的美食廣場吃拉麵 那樣的食體 一定是看職人吹水 職人吹水 帶你一個新的地方吃東西 新開的餐廳樓層 都是要下一層 這個新的餐廳樓層 你記住 11號閘口附近 前面那裡 看到很大的 有買了單樓的標誌 我們去底下就是 這間餐廳還沒去之前 因為我上次去台灣 我就在底下那裡吃東西 一路來餐廳 你知道最棒的是什麼嗎 最棒的是對正的亭基瓶 這個亭基瓶其實 是有點像以前舊其他機場 那間餐廳 看出去的景色差不多 可以看著它 行李 上課 是不是很棒 我們就 急不及待 找個位置坐下來 相當不錯 找到窗口位 急不及待 就可以去買兩個餐 吃一下 自助點餐 這間餐普遍都是貴到外面少少的 但是價錢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又買了兩個餐 在等著之際 看看這邊有什麼吃 這間咖啡三文治 沒有興趣 燒美飯 乾燥牛河 如何 下午飯來說 一個三寶飯 九十多元 我覺得 在上高吃拉麵 但是當然我買兩個餐 都是九十元 我更加開心 那麽快就拿了兩個餐 最棒的是什麼 對著機場吃是最棒的 由過關過到來 拿了食物 現在都是1點十九分 無形鐘 我們還有大約一個小時 可以慢慢吃 因為我們2點四十分之前 就要去到十七號集合 大家都看到 今天出現天色相當之好 在這對著 飛機 很喜歡看著一些上貨 相當之特別 我自己第一次坐飛機 在啟德機場 坐國泰 飛去泰國 那次都是去那間餐廳吃的 他都是對著外面 那個環境和位置都差不多 那時候坐飛機 很隆重的事 出去旅行團 都有人送飛機 你說多開心 更加開心 一間對著大量的薯條 在藍天白雲的美景 這裏都是各大的地頭 不用說 在這吃東西 有樣好的 就是 隔兩三分鐘 就有一班飛機飛 你說多開心 在這間新餐廳 原來不是很多人知道 如果知道的 你說 現在已經是旅程的一部分 在機場 吃一下就出一下 吃一下就追一下 但是 自費遊記 的確是常盡的 我希望大家 從頭就看到尾 如果你是看到尾 那你也是一個 超級旅遊的粉絲 那對你也是一個 很瘋熱 那我有時間 所以就有需要 出來逛逛 就要點出來 說一些懷舊的東西 以前 既是啟德機場 有一種聲音 你一入到機場 是非常特別的 這種聲音 去到第7集,早餐開股跟大家分享一下,現在先賣個關子 當然大家可以在我跟著這6集留言區留言 開心大發現了,有個私人飛機,嘩又多棒 看完私人飛機,我自己都很期待,這次汶萊皇家航空,很特別 在我的第一條影片,我都是在機場拍,是拍什麼呢? 坐印度航空,不是印度,坐去韓國,都是拍了好幾條影片 可惜那時候在Youtube,我自己的運作又不是太成熟 犯了一些很低級的錯誤,把影片刪除了,也是相當之遺憾 自己又沒有留底,但是有拍照的 坐這麼多間航空公司,是不是印度航空最特別呢? 就不是最特別的,最特別是坐菲律賓航空 那次的經歷就相當之有印象,因為為什麼? 那個飛機呢,即是延遲了,延遲了,延遲了在菲律賓航空 都是在其他機場那裏坐的,延遲了起飛,因為坐在菲律賓很快 一個小時多一點就到了,延遲了起飛 那樣,他一起飛,就立刻就,啊,不是的,他延遲了起飛 那樣,我們在機場那裏等了很久,那他都未動,未成 那樣,因為很快到,那樣,他又派飛機餐 一派飛機餐,都未爬到入口,那飛機就已經準備起飛 那樣,怎樣?就捧住了飛機餐,捧住了飛機餐,等他起飛 一般來講,起飛那段時間呢,他都是不讓你做任何的 但是那次就相當特別了 那我吃完東西之後呢,我們都是有些東西打上機的 那我就預先就,就放了一些咖啡粉,一個暖水壺,這些都是 放了一些熱水,待會就上機飲了 那我經常都說,出來玩呢,一定要拿一個暖水壺 那你又不要說拿一些普通的膠水瓶,有時候這些膠水瓶,他未必會給你過 有些行李安檢那裏,那拿一個暖水壺就最好 那我出回來,17號閘口,真的很開心,為什麼呢? 去這個閘口又看到景點了,那你不要想著由13號閘去17號,好像很近 這個閘口呢,風景優美,但是你都需要多一點時間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沿途又風景優美,越上越好風景 那我幾時都說,欲窮千里目就更上一層樓 那我上到來,機場的展望台 那這個展望台每次上到來,這裏真的相當之開心 那為什麼呢?晶瑩通透,還回360度 那看飛機怎樣最好呢? 上來這裏看是最正的,國泰的大本營 那這裏更加正的,再說有什麼? 看,看一下,有個落地玻璃,正式叫做 那落地玻璃怎樣拍就最好呢? 這樣拍就最好 那這個登機閘口這個樓層呢,還有多一個景點就是說呢 就是看到你所乘搭的航班 這輛文來皇家航空這個航班這個飛機就相當之容易認的 黃色的就是啦 那看上去就不是很大格 但是我們都是坐三個小時左右 那我們就趕快下去吧 那下到來這邊,以前就叫做北衛星大樓的 那現在我們都是走到尾呢 就先倒一些熱水 那這樣倒了水,去過廁所 現在就朝了我們17號的閘口出發 那來到遠處就去到我們17號的閘口 大家是不是覺得好像熟口熟麵一樣? 那如果覺得熟口熟麵的 就是大家看回我去九寨溝第一集 坐香港航空去成都 就是我後面這個閘口 是不是熟口熟麵? 我還當失路才回到過來啊 你說好笑不好笑啊? 那有時候旅遊開心之處呢 就是說同一個登機閘口 有不同的感受嘛 問來皇家航空我來了 那時間就去到2點22分 那已經是開始上飛機了 排隊都不是很多人 因為都是一架小飛機 那我相信去2點55分準時起飛 這班飛機就沒有問題 排了不用5分鐘就來到飛機面前 那每次來到這個位置都是相當之開心啊 那更加開心就是看到 文來皇家航空的飛機的尾部 那每次上飛機一撒那都是相當之期待啦 那一看下去呢 那飛機都是相當之新正的 寬敞的 那大家最想看到的當然是文來皇家航空的空姐 你好 好,謝謝 那坐下了之後就先看一下飛機 那這次我們就是坐A320 那整體的座位編排 那都是330 那六個座位一排 那首先要看一下螢幕先啦 螢幕也是有中文的 那看一下什麼戲看 那些攝影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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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也出來的 那這樣也不錯的 那些攝影子也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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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除了攝影子呢 那這樣啊 那樣啊 那吃飯啊 那做的那張餐桌呢 那都是呈現兩接型的 那看一下什麼電影看呢 哇,真的有點喜出望外的 連這套也有的 小丑女啊 那麽多 還有? 哇,明日戰記也有 那麽正 那開了相機呢 其實最吸精的不是那些電影 是那些民來皇家航空的空者 真是幾有阿拉伯的感覺 好啊 還有呢 整體的笑容也是相當之好的 那笑得相當之爭執 那有時候在東南亞的地方呢 那樣遇到那些空者 很多時候都會遇到 坐馬尼西亞航空啊 新加坡航空啊 甚至乎今次的 汶萊皇家航空啊 那看空者之餘 那套電影就剛剛開了 那這樣就 真的很神奇 我又找不到耳筒啊 那不要緊了 說不看電影看電影 那當然是看電影的 那去到吃飛機餐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行機就準時兩點五十五分 那這樣就 起機 那我們就 那行程的時間約三小時 那直飛去民來轉機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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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播出了一段的經文 我相信是一些可難經的那些 在飛約30分鐘的時間 就開始派飛機撐 我就繼續看我的電影 唯一一套有廣東話的電影 拿了他的意識 如果不是自備就要自備 這個螢幕的接觸點是相當敏感的 坐在飛機上 這個螢幕的確是一籃 在派飛機餐 不知道吃什麼 但是一定沒有豬肉吃 這個不教國家 到了到了 希望一份牛扒一份羊扒 沙那間的飛機餐 全現眼前 這個魚配一個黃薑飯 還有一個蛋糕 還有一杯飲品 那至於小弟那個呢 一是牛 一是羊 幻想永遠都是美滿 沒有豬肉 也不一定吃牛 和羊 有看土耳其的郵寄 還有雞 餐餐都是雞 這個 紅酒會雞 一個白飯 一個蛋糕 一杯果汁 一邊看起來 一邊吃完 下午茶的飯 經過差不多三個小時的機程 現在又差不多五點五十八分 又來到我們這個目的地 文內 文內在哪裏呢 接著沙巴旁邊 好了到了到了 終於都下機了 拜拜 拜拜 那我搭足文內一剎那 都是相當之興奮 那一下機第一個感覺是什麼 熱啊 相當之熱 你不要想著我穿很多衣服 我裡面都是一件的東西 哇 出來走廊一剎那 這裏真是文來王家航空的基地 全部都是 那我們就在這裏轉機 轉機都要過一次安檢 過安檢 模型中就是所有的飲品 你都不能過安檢 剛才那些咖啡都這樣 全部倒掉了 不知道我是否轉這架大機 好啊 跟著那些團隊 好我們繼續 那搭足文來機場呢 都是幾 幾新正的 那這次呢 相當開心 因為真的不用怕 不用怕 不懂得轉機 那上次在 曼城去到 多哈機場呢 真的不懂得轉機 真是害怕 但是都是很多香港人 那過了一個 安檢之後呢 那話說小弟就想著拍攝 那裡面呢 有一瓶熱水 還有三分一瓶咖啡 那都忘記到 那又放進去一起過 那他都過到的 沒有問題的 那他又沒有問我 又沒有什麼 那現在我們就在文萊的 傳機大堂那裡 那裡 我們就要找回5號的閘口 那時間都是6點10分 那大約有30分鐘的時間 給我們在那裡 買東西 榴槤 那這樣 買東西 那我們就沒有當地的貨幣 那我就不太建議大家在那裡買東西 因為我都沒有買 嗨 你好 那現在就在那裡看一下 那些傢伙呢 那些傢伙呢 倒了水也沒關係 那些傢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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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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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5號閘口就更在此邪 那樣 那我們就坐8點15分 那樣 B15 那5文來王家航空 那樣 直飛去墨爾本 那去到當地的時間 那早上6點 那就是相當最害羨 因為為什麼呢 墨爾本 快香港 3個小時 那樣 無形中我們下飛機的時候 就是香港半夜的3點 那對我來說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那對外星人來說 他都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 他平時還沒有睡覺 那我就差不多已經睡醒了 那還有30分鐘是什麼好做呢 那我看看文來有什麼食 那我相信 那這裏的文來貨幣 我想他都和馬來西亞的貨幣差不多 那他都有一些魚肝之類的 那對魚肝沒有什麼興趣 那樣 飲品又如何呢 那這裏都是一些椰汁 那些出名的 那以馬幣來推算 那1.3的馬幣呢 都是可以接受的 以機場來說 那那因為呢 那文來呢 是一個 就相當之有錢的地方 那我們這次坐文來韓公呢 他為什麼會便宜一些呢 因為 他是不用收你原油附加費的 他這裏的油 比那些水更便宜的 那相當之開心 因為這次就真的得過體字 那不知用澳幣買不買到 我只是唱了澳幣的 那這個轉機大堂呢 那整體的燈光都是比較暗的 那樣呢 其實外面就已經是黑了 因為已經差不多六點半左右 那走到過來 這裏呢 見到有幾部那些 汽水機 零食機 但是 不知道收不收信用卡呢 但是收什麼貨幣呢 那這個文來機場呢 整體的轉機大堂呢 人客不是太多的 我相信我們一陣間 坐那班航班都應該不會太多人了 那來到這個文來特產 那看看有什麼特產呢 那這樣去到這邊啊 馬來西啊 印尼的炸蝦片啊 那就是相當之出名的 那全部都是 那除了蝦片呢 那杯麵的選擇呢 那也是相當之多的 那還有一系列的 腰果 那旁邊是我的至愛咖啡 但是我又不喝這些 我喝剩齋啡 我不喜歡喝三合一的那些 那這個文來的轉機大堂呢 那他都是全部寫上當地的語言 那當然也會有英文 那我們進去後機大堂呢 要過一個一個簡單的安檢 那我進去坐下先 那進來之後呢 那進來之後呢 看一看我們這隻機 這隻就大隻小小小 那頑固整個後機室大堂 那這樣 人都不是太多 但是已經是整個機場最多人我們了 那這次轉機的體驗呢 都是相當之開心的 因為你不會刻意 過來文來旅遊 通常都是拉著沙巴 那這樣就一起出去玩 那至於文來的景點 大家要看 第五日 第六日 那這樣 現在我們就等上機 那這艘飛機呢 整體的航行時間呢 都要七至八個小時 那因為過到墨爾本那邊呢 都是早上早的六點鐘 那你又不要想著 我好像穿 現在這麼小衣服 好像很熱那樣 其實我還有一件超極暖 我還有一件風褲 就放在我的背包裡面 當然我們這次去文來 或者去墨爾本 那些天氣都是相當之好的 就沒有去九寨溝 我只是帶那些二航衣 我都帶了一大劫 上去九寨溝 那航班呢 整體到達的時間呢 其實跟澳洲航空就相差無幾 那因為澳洲航空去香港 去起飛的時間呢 就差不多是 晚上六七點左右 它都是直飛 九個小時 九個多小時 那跟飛去土耳其那裏差不多 那我現在就加了它那個增廣鏡 那整個增廣鏡 那整個增廣鏡呢 那個影像呢 就歪少少了 但是就有一點點 那麼多變形 那拍我的樣子 就會比較英俊 一些的 因為有少少變形呢 那這樣 那大家如果看我的樣子 經常說看不順眼 不要緊的 多一點看 看我的郵輪影片 看我的狗債溝影片 台灣影片 看得多就慣了 那最好就 臨吃飯前看 那看完就開飯 如果肚餓 不要緊的 減肥也不要緊的 鹹魚青菜 吃豆腐也不要緊的 開我的白斬雞影片 羊腩煲影片 一邊看就一邊吃 吃條菜都好吃一點 那現在18點59分 開始已經登機了 這麼快 那來到入閘時間 那又再一次踏足 上機的路頭 好興奮 那更加興奮 就是上機一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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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架機又大一點 333的排位 我們就坐機尾 中間的位置 坐下之後 就相當之開心 為什麼呢 那些空姐 魚罐就已經 蓋行李牌了 就是那些 擺行李的櫃 蓋這些櫃 就代表 乘客就真的 坐得七七八八了 你看旁邊的位置 一會兒就過去睡覺 那我就時間關係 二話不說 坐在一個中間的位置 為什麼呢 這些位置 可以拿起就睡了 有時坐飛機 可愛之處 它不爆的 你坐長途機 你更舒服 過坐雙毛 那這架就 波音的七八七 333的排列 好 看看螢光幕 有些什麼 那 背部有中文 好 好 謝謝 那 美女空姐 這次就派了一個耳機 它也有一個USB的插頭 給你充電 這塊 整體來說 它也是相當寬堂 那隻腳 是絕對可以伸直的 那真的相當開心 有些什麼比我更加開心 就是外星人 一個人睡三個窗口位裡 開不開心 那 文來皇家航空每次起飛前 它都會播這類 應該是可蘭經的經文 畫面應該看 它都會有顯示 臨起飛之際 大家看看外面 傾盆大雨 大雨落到好像是瀑布 你看看窗邊的水 多厲害 這樣 我們就上了飛機 因為阿爾達的地方 一天當然是有幾場雨落 時間的關係 我已經坐到近機尾的位置 他一開始說可以轉位 他叫我們轉 第一時間當然是去前頭那個 因為他最前頭那個 那個叫BB位 平時你買的位置 你是要加錢的 你伸腳就可以伸直一點 但是現在這麼多位 打橫睡都可以 不用要那個位 懷著開心興奮的心情 回到位 第一時間 看看什麼戲 選擇都相當之多 但是全部都是英語 英語不適合看 你看 旁邊是Label 開些歌聽一下 航班十九點二十五分 就開始啟動 空姐也是在示發 現在正在示範 一些同生路線圖 坐這麼多次飛機 真是最開心 這次 為什麼呢 不用迫 有時候坐長途機 迫都不要緊 如果你有時候 坐窗口位 去廁所也麻煩 現在正在示範 在空間裡 頭枕很多人都可以摺 前面那裡 暫時看不到空姐 又派一些過夜的包包 清潔、眼罩等 暫時就不見 現在差不多準備起飛 這裡的氣的選擇 我只是按這裡 剛才也按了十分鐘 哇 氣真的多到多不勝數 但是就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全部都是西片 剛剛起飛 那我們的飛行路線 又問來 飛去澳洲 差不多 南部過少少 民意本 這個位置 那知道怎麼坐航班 就最患了嗎 商務 頭等的就不要說 首先 開一套戲看 這套戲 我絕對推介 如果大家看到主角 就知道什麼戲 他不單止 那些槍戰場面就很好 但是劇情也是相當之不錯 更加正 就是說 你旁邊這個螢幕 你可以看著飛行路線 飛去哪裡 看旁邊這個螢幕 最正的就是 廁所也有額不額 剛剛外星人去完廁所回來 他說過我進去廁所看看 我這些是日理萬機的 不停地跟器材一樣沖一下電 這個正在沖 他正在沖 還沒進去廁所之前 我們就過夜包 有些什麼 我拍了一個包給你 我就是一個包 裡面什麼都沒有 現在進去廁所 我先放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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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去廁所過程當中 走到機尾了 那些空姐 在準備飛機餐 進去廁所 我看見面相當大的鏡 當然是看到小弟 鏡底下 有洗手盆的位置 洗手盆旁邊 最正是什麼 牙膏、牙刷 旁邊做一棟盤 莫非可以洗澡? 沒有洗澡 馬桶有一個 整個洗手間的 都相當不錯 有牙膏、牙刷 這架飛機 不要說坐在澳洲 坐在南極 都沒有問題 為什麼? 寬躺 還有一件事 雖然說中途要轉一轉機 但是你中途轉一轉機 你還是有得生前 反而上次坐英國航空 直接就 坐到哪裏? 坐到倫敦 然後再轉機 去意大利 反而過程又真的坐驚 因為整個航班 就爆了 很密的位置 還有 遇到幾個小朋友 不適應 坐飛機 整晚在哭 坐了十幾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都沒有睡過 坐這些長途機 有什麼謠誤給大家呢? 之前說的 不要睡覺 有什麼辦法 令自己睡不著呢? 看職人出色的影片 不停地看 看去旅遊那些 如果看到他的樣子 不開胃 不要緊 立刻看去煮食那些 看下煮食 又看下去旅遊那些 不單止 你不用睡覺 還可以有一個減肥的效果 那我又繼續看他這套戲 再減一套戲 吃完餐 就差不多到 一開始 到放飯的時間 真的相當之開心 先做一杯蘋果汁 這個包來的 就像格格的東西一樣 這個我心上就是 粟米沙律 有個芝士餅 這個就是雞意粉 我經常都不吃雞 因為下午那個雞 我咬了一口 我沒有吃 而且有多差烈的雞 大家回一回看 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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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入 這個雞意粉也不錯 至於小弟 就得常所願 終於都有牛肉吃了 羊肉的雞 暫時沒有 明天 開了一盒豆 看看 這些不是鷹嘴豆 這些我估計是馬豆 我們通常做馬豆糕 就想不到它 用來做一個豆 沙律 至少小弟的牛肉 黑椒牛柳絲 都相當之不錯 因為我下午的飯 我沒有吃 最緊要有一個 炒炒底皮的麵包 牛油也有的 這裏 時間到了8點半 一路吃一路看 至於我們去到哪裏呢 看看旁邊 即時報道的 航班的訊息 還有很長的路程 但不要緊 我們氣多 早晨早晨 現在是早上的1點31分 那我們去到哪裏呢 差不多到了 當地的時間是4點多 剛才機場也說過了 我們差不多還有 不足1個小時就下機了 相當之開心 我全程都在這裏 攤著來睡 你喜歡這樣轉也可以 喜歡這樣轉也可以 睡得相當之舒服 剛才在廁所 那裏就說 撿一撿的樣子 就拆了牙 做一些眼耳口鼻出來 現在就準備下機了 那這個機的設施 現在還有少許補充 在耳底下 它也是會有些插頭的 如果大家就帶了一些 分叉插頭 這些的充電又會快很多 好啊 現在就差不多準備下機了 到了到了 現在來到麦爾本的上空 剛剛在機翼後面的紅色閃燈 當然現在是他們 半夜凌晨4點多 機器就開始降落了 那我們就準備了 那當地的時間 5點鐘就來到麦爾本 有些好像去韓國那樣的感覺 不知道有沒有看精膜出來 那下機一撒那 正式搭足澳洲的麦爾本 剛剛搭足一撒那 也是相當之興奮的 那你說氣氛冷不冷 暫時不冷 那出去看看有沒有看精膜 因為現在當地是凌晨4點鐘 那香港又不知道2點還是1點 那我們就上到來 在這裡集中 等到那些團友 就準備出發了 那現在領隊又講解過關的程序 那現在我們就跟著領隊 就出去過海關 這樣看看過海關需時多久 那用了大約10分鐘的時間 那我們就要拿一本護照 就拿了一張電子輝 然後就用一張電子輝 就過一個 那就出到來行李帶這裡了 那拿了行李之後 那由香港出發去到文萊轉機 再到來這裡 整個過程都是長盡紀錄 我相信看到這裡 都是一些熱愛旅遊的網友 那大家喜歡 麥爾片的網友 比較例如盛盛 喜歡澳洲的網友 訂閱我的職人 推出頻道 那些人多喜歡 麻煩你這家的頻道 會員繼續推出 那一會兒出去 還有更精彩的行程 記得收看第二集 拜拜 喜歡就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星星分享一下 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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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賊給你 讚 賊給我 請問我 我們會否認識 這幾個座師 我會否認識 這幾個座師 不就要 有幾個座師 在這幾個座師 我們會認識 各個座師 有幾個座師 有幾個座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